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又是陈仔一号 今天和大家逛逛舍口市场 有不少人都知道这个市场专门是买海鲜加工的 就好像你去屯门三胜下海鲜档 然后去附近的酒楼加工 我第一次逛逛这里 感觉上这里都几细干净 海鲜档都有不少 除了中国沿海可以捉到的海鲜 也有不少进口的海鲜 进来看到虾的品种真的很多 如果你喜欢吃虾应该看到也很开心 这里卖海鲜普遍都没有标价 不过综合近来影片和留言的分享 这里海鲜普遍的标价 我想都是便宜香港一点 但某些海鲜品种的种类真的比较多 而最吸引的地方是附近食股 海鲜加工费 比香港便宜一大折 至于有多便宜 待会去到食股再告诉大家 白昏整个海鲜市场 如果要吃进口海鲜的主要在这里 由于进口货比较贵 所以上来吃海鲜 我都不太建议大家吃进口海鲜 个人觉得上来吃海鲜 当然吃点底 中国沿海可以捕捉的海鲜 当然比较多 例如海虾 海鲜蜜 海鲜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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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蝦 还有各种的背景 海鲜蝦 这間铺鲜蝦 海鲜蝦的品种 同尺寸都有很多不同 如果你喜歡吃賴尿蝦,上來也可以嘗嘗 除了新鮮海鮮,這裏都有幾張大冰桌 如果想找大麥魚或大魷魚的朋友,可以來這裏看看 離開市場,我們走過對面看看 三十三個八 這裏有檔蒸雞 旁邊這裏買脆皮燒肉 再過些,就是買手切牛肉 可惜不可以回香港,不然真的想買回火鍋 趁這個位置,我又說說如何坐車來這裏 我就坐B2來到深圳灣口岸 過關之後,走幾分鐘便去坐B737 這個巴士只收1元 上車之後,大概20多分鐘便去到蛇口市場 不過下車的位置,和蛇口市場都有4分鐘距離 如果不懂路,記得用高德地圖 它有步行導航功能 到時便可以帶你去蛇口市場 如果不懂,看我其中一條講高德地圖的影片 我們走過幾小時後便開始賺食了 其實來之前做了一些功課 都打算在一間叫德記蕭蠟那裏吃 不過來到這裏,發覺有兩間都是叫德記蕭蠟 所以兩間都走去看一看它 大家現在看到這間德記,前面有個正宗兩個字 不過我們最後選了去老字號那間 因為見大眾點評,它評分高一點 這間就是老字號的德記 這間德記蕭蠟分兩層 地下可以吃碟頭飯 一樓主要做海鮮加工 這件事我們都是進去才知道 上來見到有不少香港人 當中有不少是銀發族 他們都是特意來買海鮮加工 接著大家看看加工費 最便宜的是12元 之後其他的做法普遍都是20元以下 相信都便宜過香港很多 如果不是,怎會有那麼多香港老食客來吃呢 不過我這次人少,試試其他東西 我點了九幾豬雜湯,豉油黃鵝腸,和這裡的招牌燒鵝 其實是有些碟粉 大家見到這個九幾豬雜湯,是小份的 上桌時我都不敢相信 不知它大份有多大碗呢 這碟九幾豬雜湯,這碟九幾豬雜湯 這碟九幾豬雜湯,這碟九幾豬雜湯 而且裏面也有很多豬雜,真是挺划算 然後這碟九幾豬雜湯,有多大碟 接下來這碟就是麗排燒鵝 這碟九幾豬雜湯,這碟九幾豬雜湯 這碟九幾豬雜湯,這碟九幾豬雜湯 這碟九幾豬雜湯,吃下去的九豬雜湯都很爽脆 然後吃下去的金牌少鵝 其實它拿來的賣相都頗吸引 不過吃過之後,發覺它的調味不足夠 肉質也不特別,試過之後發覺香港好些 臨走之前見到有間燒肉店,燒肉都頗美 看樣子很脆脆,而且價錢也不太貴 最後買了一些回香港做豆腐火爛飯 回到香港吃,味道還是很不錯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請按LIKE我 或者訂閱我的頻道,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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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